原内阁中的外交、对外贸易与工业、电力与能源、军工生产、宗教事务等13个部的部长留任,新内阁中增加了供应与国内贸易部、文务国务部、科研国务部、保险部等。 谭塔维要求民族拯救政府通过完成议会选举,制定新宪法和举行总统选举来推进民主进程,实现向民选政府的权力移交。 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今天还发布命令,决定给予新总理除司法和军事事务方面以外的所有总统权力。 现年78岁的詹祖李曾于1996年1月到1999年10月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担任总理。